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20次课程 这个Jungle国际化之时区的支持 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个时区敏感的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就是Jungle中如何来设置时区 然后我们最后要看一下这个表单和这个model里边的时区问题 什么是时区敏感呢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Python的这个dateTime这个对象 会有一个TZinfo就是Timezoneinfo这个属性来存储这个时区的信息 一般情况下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Nun是空 然后它就被称为被时区原生的这个dateTime 如果这个属性被设置了就称它为时区敏感的 我们可以用Jungle, Utils, Timezone 然后有两个方法 isaware和inive来去判断它是否是时区敏感的 我们这个之前都没有涉及过这个时区的问题 时区在这个Python内建的这个dateTime它只是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使用者可以传进去不同的时区 就是在这个dateTime的TZinfo这个属性中 Python能够针对提供的时区的dateTime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上海的时区是多少 纽维的时区是多少 他并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Python不处理各个时区这么重要的概念呢 因为这个时区的变动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比如说这个下令时啊 每年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说Python下一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区的这个信息已经更新了很多次 所以说在Python中 实际上时区的处理靠的是第三方的一个库 就是PYTZ 然后我们需要 大家没有安装的话 需要安装一下 因为我这上面已经安装了 就是这个PYTZ 可以看一下 这个PYTZ已经是安装了 它最后更新2016年的这个4月 然后我们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呢 然后首先来看一下 怎么来操作这个dateTime 熟悉一下 dateTime 我们首先进入 首先进入Python的环境 然后引入这个dateTime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dateTime.now 我们看一下19.2556秒 这个就是一个local time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 获取它的UTC的时间 dateTime UTC 我们看一下UTC时间 是11点 就是我们当前因为是80区 所以说它要往前提8个小时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看到这个dateTime 首先它提供了这个now 然后呢 这个还有这个UTCnow 两个函数 来拿到现在的这个时间 因为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的 虽然成都 是也是跟上海一样 处于东八区 所以说要加8个小时 因此呢 这个UTCnow和这个now 它其实都是有包含 时区的一个概念的 处理时间原则上 它都是以这个UTC时间为准 我们建立一个UTC的 就是说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的时间的话 叫UTCnow 我们需要用引入这个PYT 来处理这个时区的概念 import PYTZ 然后呢 UTC 然后给它复制 UTC 比如说我们上海的SH 代表这个上海的这个时区 PYT PYTZ Time Time Zone Asia 上海 在中国的话一般以上海 Asia上海这个时区为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拿到一个UTC Now Time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UTC Now 是多少 是11时28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这个UTC 用来转换它 用时区转换 UTC 就是这个PY.UTC 然后呢 FORM UTC 然后UTC UTC 我们转换它 我们看到它就有了这个时区的概念 看到这个UTC 它的这个TZ Info 其实是一个NOT 所以说它就没有显示 然后我一旦用这个UTC 这个PY TZ 这个UTC 给它转换的时候 它就有了这个TZ Info 这个属性 然后呢 我们用上海的这个时区来转换它 FORM UTC UTC Now 我看到它的这个UTC Info 就变成了 这个 ASER 上海 然后呢 呃 它两个还可以进行一个时间的一个判断 比如说 这个 这两个时间它其实是一样的 是不是等于 它两个还可以进行判断 就是是不是相等的判断 我们看它是相等的 指定了一个上海的新年时间 NEW YEAR 等于 这个 说这个上海 这个用localize 用datetime 2016 1月1日零时零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YEAR 看到它就有了这个时区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用UTC 来去转化它 用 用 用它的 normalize 我看到它就 它就变成了12月31号16时 就往后退了几个小时 我们就看到可以用这个localize 给予一个 给予一个没有这个时区 呃 属性的一个datetime 一个时区 有了这个时区之后呢 呃 在不同的时区转换 比如说 我从这个上海的时区转换到UTC 时区 我用UTC的这个 呃 把它属性给转换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基本看了一下 这个datetime 关于时区的一些 基本的使用 呃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Jungle 它是如何对时区 进行支持的 Jungle1.9呢 它其实对时区的支持 已经相当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它默认的话 会有一个 就是timezone 是UTC 然后呢 就是说 useTZ 也就是使用这个timezone 是处 这个是我们生成 呃 就是Jungle Admin StartProject的时候 生成这个setting的时候 默认的就会有这些 然后我们 呃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呃 不需要去询改动 呃 因为这个timezone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指定UTC 也可以指定 比如说Azure 上海 指定上海的这个时区 比如说可以指定 Canada PancentFake 呃 可以指定这个时区 如果我们是一个本地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这个 Jungle的程序 就部署在中国 而只会让中国的这个用户去访问 我们当然就是去的话 就可以指定这个上海 如果是在澳大利亚的话 我们就可以指定这个Canada 呃 这个这个时区 而如果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应用的话 我们的这个timezone 最好就是不去动它 就指定为UTC 另外一个话 如果我们的这个呃 部署了这个多个时间呃 部署了多个分布式的应用 部署 然后呢 在不同的国家去访问这个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库是一个中心数据库 多个这个Jungle的这个APP呢 它呃 部署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去访问一个共同的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timezone也最好去设置成UTC 这样的话就比较统一 开启之后呢 Jungle就会在数据库这个里边存储这个UTC时间 也就是说内部会使用这个时区敏感的这个daytime对象 并在模板和表里面呢 将这个daytime翻译为这个用户所在区域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举例就是用daytime 呃这个daytime now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Jungle里边已经支持时区了 然后呢 想自动的去获得获得一个嗯 timezone aware的这个就是时区敏感的这个daytime对象 我们就其实就是呃 需要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呃就不再使用这个daytime 就是不再使用刚才的这个这个形式 daytime now这种形式 因为这里边的话你其实是没有时区的信息的 然后呢你呃你反给这个呃 模板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实际信息的没办法转化成本地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有时生成一个dell式区信息的就是这个timezone now里边他其实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实现 他其实说如果使用这个tz的时候 他就设置他的timezone是utc 我们就看到他其实 就是这里边这里边用的这个utcnow 然后replace就是帮助我们设置他的tz4 所以说我们调用这个timezonenow的时候 就自动获取了一个带有这个时区属性的一个daytime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设置的是这个utc 当然我们就可能呃比这个要晚八个小时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返给客户端的时候就是date 那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做一个显示 对可以去来刷新一下 我们就看到了他显示的是呃11时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设置的这个utc时间 然后呢我们我们本地的话呃他显示的客户端 他也是会显示这个11时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能看到显示我们当前的19时37分呢 你这个地方其实去修改一下这个timezone 就看到如果我们市区设置的正常的时候 他就会转换成本地的时间 虽然这个utc时间是11点37分 但是一旦我们设置了市区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他就呃下午的7点37分 就转换成了我们当前的中中国的东八区的一个时间 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让他去显示utc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过滤器用utc这个过滤器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他就显示了12点42分这个utc时间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localtime 然后他又开始显示这个本地时间8点下午的8点42 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这种形式 localtimeoff 还可以用这种形式 localtime 然后他又开始显示了这个utc时间 然后呢可以用un来开启这个本地时间 他又开始显示本地时间 我们看他可以就是说你这样的去切换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model 比如说他这里边有个update这个字段 我们看一下他去显示的是就是说保存的时候 他显示的其实就是本地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outman里边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poim 比如说我们去修改他 他一旦去说去修改他的时候 看他就会马上的把这个时间给保存下来 save save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就是8点44 然后呢我们去添加一个 ok他也是转化成本地时间了 其实这个是他实际保存在数据库里边呢 是一个utc的一个时间 但是他这个渲染出来 就是展示出来的话是一个localtime 就是在model里边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处理逻辑的时候有个问题 比如说在跨天的时候 比如说跨天的时候我要清理用户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他当天如果是一个购物网站的话 他有购物的上限 然后我第二天可能把它的购物上限 那个指标给清零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就需要把这个 我们这个time zone now是获得的是utc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是这个utc utc时间的话我们并不知道 用户过来的这个请求 他是在什么时期 我们就需要拿到他本地的时间才知道他是不是跨天 那我们怎样拿到他本地的时间呢 一个是需要他在这个请求里边去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GS来发他这个时区的信息 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通过他的IP信息 获得他的时区信息 通过IP获得的他的这个时区信息 我们就需要引入这个Jungle的这个GUIP这个库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安装他 因为虽然这个Jungle支持 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内置 然后还需要在这GUIP里边下载他的city和country 这两个数据库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 最好是引入一个中间键 我比如就叫time zone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去引入这个Jungle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去引入这个Jungle countrybuilt.gis goipr import goipr import pz pytz 然后定义这个 time zone medal where 定义这个process request 我们首先去实力化一个GUIP tool 然后呢拿到这个请求端的这个IP remote addr 当然我们本地测试它是一个local IP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比如说给他指定一个美国的IP 我们这里边只是一个测试 220 220 91.30 然后try country 先拿到他的这个country的list coint coint 通过这个J.country 然后呢把这个IP传进去 然后呢把这个IP传进去 然后再拿到他的countrycode c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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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市区的名字 PYTZ CountryZones 然后呢,我们拿到它的CountryCode 它其实这个是一个list 然后拿到它的值 然后我们在requestSession里边 去设置一个Jungle TimeZone Turn了 然后呢,我们把它给加进去 加,然后呢,我在这里边 简单的把这个TZName给拿出来 request Session get Jungle TimeZone 拿到之后呢,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去转化它了 首先 用这个PYTZ TimeZone Name 怎么转化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TZ NOW 它就是这个TZ 这个Local 叫做Normalize 然后让它转化成TZ这个市区的这个时间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打印一下NOW和这个TZ NOW 包括这个TZ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remote ADDR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也打印了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刷新一下 看它的打印 然后呢,呃,这个NOW呢 就是这个13点12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TZNOW 它就是9点12分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些逻辑 呃,这一课我们就主要学习了这个 呃,Jungle内的这个DateTime和这个TimeZone 呃,也就是时区的一些呃,用法 呃,包括一些呃,本地化和这个不同时区之间的转化 这一课我们就上证